Hello 亲爱的小伙伴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S13赛季开启至今已经接近两个月 一般来说 王者荣耀一个赛季都是三个月左右 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将赢了S14 当前版本中路位置百花齐放 可以登上高端局的法师非常多 那么在S14赛季哪些法师将会崛起呢 一起来看看 1.诸葛亮 诸葛亮是最具人气的法师之一 但这两三个赛季以来强度确实不够 在体验服里面 诸葛亮的大招得到了加强 大招为命中英雄 也可以返还80%的CD 这指的是诸葛大招被弓本1技能 貂缠2技能 米约大招等躲掉 依旧可以返还CD 看似简单的一个变化 却让诸葛亮变得更加难针对 排S14赛季 他将强势崛起 2.莫子 莫子在体验服里面也得到了加强 天明加强了莫子的护盾值 而且他被动的伤害也大幅提升 莫子的基础被动伤害就达到了480 现在莫子其实已经不弱了 但是前期比较乏力 到了S14赛季 莫子的兑现能力会有所提升 综合能力更强 3.敏玥 敏玥也是一个法师 可边路可打野 也可以走中路 现在敏玥的情况是单挑无解 但是团战的时候血量吸不上来 伤害又普遍是单体伤害 新版本中 敏玥的伤害和吸血量都有所提升 而且的兵线还有额外的伤害 除了以上三个英雄各位小伙伴觉得 还有哪些英雄也将会在S14赛季崛起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